山壁大片崩落仰起尘土 現場搜救人員繃緊神經 5號中午過後餘震不斷 12點50分發生規模5點4地震 下午2點多又出現規模4到5的地震 搜救任務多次中斷 太魯閣沙卡當步道有兩處崩塌 截至5號下午還有6人失聯 特搜隊將這裡列為搜救熱區 以徒步方式挺進現場 密集餘震讓他們時不時 就得停下腳步 土質有多鬆軟 看他們每走一步就往下滑一步 得抓緊附近樹枝才能行走 巨大落石橫躺在山坡上 隨時都可能掉下來 讓人提心吊單 中間就是有發生4到5次 大概我們現場位置都有一些落石 遠處大概1公里外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目視有很大的 封閉的山崩跟落石狀態 特搜部隊原本預計天黑才撤離 但密集餘震讓他們得提早結束 基本上都會派兩個安全觀 幫我們去監測上面的狀態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用喊叫方式 會聽不到說我們都用哨音 所以原理上大家的共識都是 哨音異名起來 基本上我們大家都會直接 先撤到我們的車裡邊 沙卡當步道路況險峻 遇上下雨更增添救援困難 有搜救人員因為不斷搬石塊 造成手腕救傷腐發 兩名搜救隊員都曾援助高雄氣爆 救災經驗豐富 一心想救出受困者 但還是得考量天氣 因為現場超過50多人救援 若冒險行動 一個山崩恐怕陪上整支救援隊伍 將休息一晚補足戰力 6號是天氣狀況持續搜救 把失聯者身分一一找出來 TV1新聞綜合報導 破壞器才進駐 搜救人員挺進重災區 沙卡當步道 因為就在這裡 發現兩名尼難者的遺體 現場就是游行一家五口 最後出現的位置 為了找到他們的下落 搜救人員在崩落的石塊中 一個一個找 也出動搜救犬幫忙帶路 只是不論怎麼呼喊 石頭快下的兩人 一點都沒有回應 目前看起來身形 最推估是男生應該是大的 大人 那女生應該是 他們家如果是小孩的話 應該是姐姐那個位置 對 因為跟髮型 跟他的身形比較符合 人是朝下的 對 那就被巨石稍微 就是巨石在壓住 從特徵來看 救難人員推測 就是游行男子和他的大女兒 似乎到了最後一刻 父親還護著孩子 等了三天一家人在哪 男子的母親和雙胞胎哥哥 從台南趕到花蓮的指揮所 不斷禱告 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我們就祈禱吧 我所有朋友知道看到電視的人 他們都說好 我們為他們禱告 神啦 祈求他們平安 看著手機的影片 游行男子的母親說 這是兒子在強正前拍的 前方是媳婦和孫子 哪裡知道幸福的這一刻 從此變調 我沒有打電話 可是都不通了 失蹤者是回來祭祖 順路到太魯閣旅遊 才從遊客中心出發 沒多久音訊全無 臉書裡充滿一家五口的合照 游行男子從事工程 夫妻兩人結婚十多年 三個孩子最大的才國小五年級 最小的五歲 為了找到他們包含高雄 台東 花蓮的 搜救人員和國軍 出動七十多人 八隻搜救犬 因為不遠的小墜路步道 單獨到這爬山的 湖姓女子也持續失聯 親友感謝救難人員 只盼傳來好消息 TB新聞綜合報導 冒著被落石砸中的風險 特艘隊員徒步往九區動前進 就怕天氣變差 不力搜救 特艘隊得加緊腳步 徒步一個小時 終於找到受困九人 確認安全無疑 第一時間先替傷者初步治療 接著要護送他們安全離開 從九區洞裡脫困 被困在裡頭整個兩天 家人也很焦急 這一刻終於等到好消息 媽媽就等你不能回來 聽到媽媽的聲音從電話 另一頭傳來 淚水再忍不住 只希望能趕快見到家人 我剛好內部休息的耶 第三檔下我們就整個都大檔電話 都是整個全部都斷訊 前一秒 早上還跟媽媽說 欸 要去買拜拜動向 以為她上山了這樣 很開心啊 因為看到我 譬如我們要看到本人 我們才知道 說她真的安全了 如果沒有看到她本人 我們還是會擔心 受困九人中除了精英飯店員工 遊客還有小巴司機 司機的妹妹和子女 得知家人脫困也相擁而泣 但因為餘震不斷 整個救援任務相當驚險 今天開始會 天氣會開始變天 那我們後來評估完之後 可能會形成孤島 那我們就是 我們昨天就討論後 我們就是有四個縣市 我們共同組一個聯隊 我們派出我們縣市最強的精英 我們去快攻 長時間又只能徒步 特殊隊員得互相配合 分擔任務 有一位民眾是不利於行 所以我們就是人員 才輪流背負的方式 然後剩下的八位是都可以行走 因為他持續中衡 還是有不斷的落實 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 就是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因為考量到天后的因素 我們還是 雖然這九人意識都很清楚 但其他外籍遊客 被落實砸中受傷 不過人都能平安獲咒 無論如何 都已經讓親屬放下心中大時 強陣過後 人聯繫補上 讓家屬心裡好疾 不過終於有好消息傳來 雖然像洛少慈慧堂 失戀的許姓堂生 人平安 沒有大礙 他是我們的慈慧堂的 那個堂生 然後他上山來跟母娘拜拜 因為在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就突然發生那麼大地震 所以整個都 沒有停電的狀態 許姓堂生是台北人 三號前往洛少慈慧堂 祈福 無奈遇到大地震 對外訊號全無 家屬聯繫不到 因此報警 直到五號下午一點半 雙方才順利聯絡上 他目前已經開車下山 有中橫公路北半 只是地震一來 還有東華大學生 一度在鬼門關前走一回 有六位那個東華大學的大學生 他們那個車子在那個 華路心那邊 被落死砸中那個擋風玻璃 然後所以把他接駁到我們洛少 目前確定洛少慈慧堂 許姓堂生等兩人 封冰箱高山四十號四人 露營區夫妻是平安的外 包含洛少台八線藝人和中和礦場 移民工人持續失聯當中 不過一開始在海一面中心通報 十八個人失蹤 五號下午三點最新修正 十三人目前沒有音訊 畢竟對失聯者家屬來講 能趕緊接到好消息 心中的大石頭才可以放下 而403地震重創花蓮 不少人因此留下隱隱 鐵別新聞高中 終於的王思辰花蓮採訪報道 空投物資也深所降落 天翔西寶國小紙箱裡頭裝的 是餅乾跟飲料 承認之後這成了孤島 因此五號這天 花蓮消防局聯合空警總隊 與高雄台東等四縣市特艘人員 出動五架自直升機 來回天翔地區撤出58人 另外九居棟也順利救出9人 累計撤離67人 你是在天翔被困了 現在是困了兩天 供應的水管是慣例 最佳70 有時候也沒有電 提前下山還算幸運 畢竟大多數人還在等待撤離 截至5號下午3點為止 根據消防書統計 還有398人在天翔菁英酒店 84人在西保國小 73人在天翔活動中心 29人在天翔天主堂 與另外四地共計634人 還在山上等待撤離 要去天翔鎖還是 羽原警反覆確認地點 因為在數百人全數撤離之前 得確保物資源源不絕 直升機一次帶回9位受困民 在天翔派出所 還有保七總隊這些同仁 目前是因為沒有辦法通行 所以那邊是缺乏物資 那共有600多位 那感謝慈濟這次的物資的運送 公務人員可以繼續在那邊 為民服務 那也讓那邊的旅客物資充足 縱使回家的路再遙遠 也不用擔心孤立無援 TV變成江宇曼高知鴻 一日生意會歡迎聯邦長 直升機一次帶回9位受困民眾 消防署南高平 組成的聯合搜救隊 一一攀扶脫困民眾 他們是受困在京英酒店的旅客 當中不只有孕婦 還有小朋友 有沒有吃東西啊 他會餓嗎 會餓啊 地震有沒有很可怕 雖然妹妹摇摇頭說地震不可怕 但手還是緊抓著裙子 看得出來仍然有些緊張 搜救隊員拿來麵包 他也挑了一個吃得津津有味 涼涼體溫血壓 確認他都很健康 旁邊的媽媽更是身懷六甲 畢竟他們已經斷涼兩天 雖然物資持續空投補給 但仍有不少人受困在天祥地區 陸陸續續還有其他的受困民眾被搜過來 有媽媽抱著小朋友男童不哭不鬧 跟著媽媽一起做檢查 這回受困的民眾當中有不少是老人家和小朋友 兄弟倆跑來選個三明治衝擊一下 雖然地震當下真的有嚇到 甚至還一度困在山上 小朋友們同言同語報平安 幸好大家都能平安回家 體育畢業生 江雲麥和關於謝文翔 羅世鵬SN小組畫鏈報導 一臉狼狽開得出 還有些餘寂有存 花蓮泰魯閣搜救行動不間斷 下午四點多 再傳出三名美國遊客獲救 背著大包小包的坐上貨車 眉頭緊皺 急著尋覓家人的身影 生怕又一個不留意就和家人失散 滿頭白髮的男子 賣著沉重步伐和兒子團聚 其他救難隊也在和時間賽跑 救難隊帶著物資前往精英酒店 就原包含兩名外籍遊客在內的酒人 也持續搜救失聯人士 大多都受困山區 騎著摩托車就有來自英國的遊客 來台自駕遊 用手機記錄避難過程 地震時是孤身前往追路步道 當下貼緊牆面才躲避落石 也有遊客受困山岳村 先是左邊的這個山開始崩下來 然後右邊的山也開始崩下來 對 然後大概灰塵大概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才慢慢落下來 警銷正全力搜索 截至四月五號下午 據災害應變中心統計 包含一位加拿大男子 兩名澳洲籍的新加坡人 一共三名外國遊客失聯中 原先報案的印度籍遊客已經自行脫困 證實起初只是誤報 還好印度籍人士平安無餘 而其餘三人仍要靠手機定位搜救 要讓交集跨海求助的親友們趕緊放下行蹤大石 TVBS新聞高志宏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